2月14号情人节 四位由北京同志中心召集的志愿者 扮成两对同性情侣 来到朝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 虽然工作人员委婉地拒绝了两对情侣的申请 但他们真诚地祝愿两对新人幸福美满 并表示愿意看到法律条文的改变 他们那个就是没有保安或虚众啊什么的 我们离开就好了 不要跟他们有种对峙 我觉得可能就每个国家开往朝阳区一样 然后我得起个毛钱 因为我就挺可惜的 全是这么个好的东西了 祝福他们献活 祝福他们献活 今天就是我们就有两对吧 我们来登记一对男同志一对女同志 其实我们早就预料到会被拒 对我们说我们是一对男同志来登记 他说对不起我们不能做这个登记 因为现在中国还没有这个法律 其实我会想象会不会被骂 或者说你们要来捣乱的吧 他们还是比较客气 但我觉得他们也有点准备感觉 就是会笑容满面地跟我们说 现在在中国还是法律不允许 后面甚至还有一个女的说 其实有些国家是可以同性登记 但是咱们的国家还不能同性登记 其实相爱的人就应该可以选择结婚 也允许他们结婚 而且他们对我们很友善 所以这个至少对我们感觉的赖伤 至少心里会比较舒服一些 有反对的话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了解 告诉他们同志是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样 同志公民合法化的道路其实还蛮长 因为毕竟这几年人们已经越来越开放 接收度也越来越高 你说对就是前面还有合作要求 领导特就出示这个风口本还有照片 其实我们就他应该有风口本 所以我们就那个保安一直在这 打开风口本 我们就试着不领导特 您好 致敬新年最风快乐 谢谢您的喜场 谢谢您的喜场 看您这几种呢 谢谢 谢谢 应该不好写的吧 不可能 正复活 好